我来后面拍一张就可以了 加入民间社团不但可以服务人群社会 还可以拓展人际关系 国际福伦三四六一地区台新福伦社 一直以来就凝聚社友的力量 积极投入各种社会公益活动 2018年8月17号晚间 台新福伦社就在台中市桥园饭店 举办一场迎接福伦三四六一地区总监 工访的欢迎餐会 活动一开始总监张光雄就带着夫人 在领导干部的陪同之下 一起用跳舞的方式进场 现场充满了热闹温馨的气氛 那我们都非常重视家庭 家庭的活动 那今天是七夕情人节 我想这个是要组成家庭以前 就是要先成为情人 那我们用这个比较兴起的方式跳舞进来 让大家才不会认为说 福伦社是一个那个那么的严肃 那么的传统的这个概念 其实我们福伦社就是好玩 那情人节为祝天下有情人 皆成眷属 就是因为刚好是七夕情人节 活动主持人也安排总监跟夫人 玩一个甜蜜的猜谜游戏 台新福伦社也准备许多玫瑰花 让社友们送给自己的夫人 现场充满了甜蜜 温馨的氛围 随后台新福伦社社长陈玉仁 也赠送礼物给张光雄总监 感谢总监对台新福伦社的指导 肯定跟支持 其实每个人出一点点力量 那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好 那我们在今天的总监工坊当中 总监就是来督促我们 因为像我们福伦社 我们是比较年轻的福伦社 台新福伦社 那我们做了很多的服务计划 那总监来就是负责来帮我们导政 然后也宣导就是像RI 就是Rotary International 国际福伦这边的宗旨来给我们 那让我们这群年轻人 就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做的意义在哪里 台新福伦社社长陈玉仁表示 虽然创社才四年 社友们都很年轻 但是大家都很认真积极 参与各项公益慈善活动 感谢总监张光雄在参会之前 抽空跟大家开会 讨论未来的活动计划 也希望有更多民众加入福伦社 实现成为励志领导人的共同理念 记者陈文旭 杨静 台中报导